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相外邦时拍摄视频 我们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是风光新580 现在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空间 这辆车这一次是全系采用6座的设计 然后全都是2加2加2布局的 然后门板这个地方抠手有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这储物格整体的空间设计还是比较不错 挡板前方这有一个可以开启的这样一个盒子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然后就是这个对开门的手套箱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护手箱 然后我来看一下后排这辆车最精髓的部分 两个座位然后整个乘坐的空间感是比较不错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三排 整体的这个空间其实在这个级别的车型里面是比较的优秀的 而且这辆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种6座的设计的话 如果你只是图要多做点人 那这个车是能够满足你的 只是坐了6个人之后或者说坐5个人的时候 它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就会受到极占 所以看怎么选择吧 去吧 明镜下来讲